嗨 大家好 今天呢要跟你们来讨论一下关于蝴蝶兰为什么抽不出发芽来 我在过去的上两个视频里面呢 有提到过关于蝴蝶兰抽发芽的条件 就是温差光照 我会把哪一个video的资料放在描述栏的下方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可以等下去就可以看到有关于蝴蝶兰抽发芽的条件 但是今天呢是跟你们来谈为什么抽不出发芽来 好 现在就先从这一株蝴蝶兰说去吧 这一株蝴蝶兰呢 它的出尊率很高 我几乎每一个视频呢 好多个视频呢都有它 它现在的花呢 已经开了差不多有五个月了 四个多月 这株蝴蝶兰呢 我是在去年的9月被买下来的 好多视频我也有接收过这株蝴蝶兰 我买它的时候呢 它是有两个发芽 这里一个发芽 这个 这两个就是我买它的时候 它有的发芽来的 它在开发的时候呢 要抽了这两个发芽出来 就是这两个 就是现在的花了 已经开了差不多有五个月 那现在呢 它又抽了两个发芽出来 你看 它就是这两个发芽要抽一句发芽 他现在呢就是要抽两个花筋出来 就是这样 这一边一个花筋 这一边一个花筋 那这一个花筋呢 好奇怪哦 我养篮以来呢 还是第一次煎的 他已经抽过花筋了嘛 这一边 我给你看 看一下 他已经有一枝花筋抽出来的了 在这个位置 他现在在同一个位置里面呢 再抽一个花芋出来 就是在同一个位置呢 抽两个花筋 他现在在原油的浇花筋里面呢 又长出新的 刺花筋出来 那现在也 给你们看看他的肝 你看 那为什么济珠蝦蝦蓝呢 是从去年的9月份 我还写下来的 到现在 15个月了应该有 从来没有停止过开发 跟不断的抽发芽 第一个原因呢 是他的品种 第二个原因呢 是我在开发的时候呢 从来没有停止过给肥 我在过去的好多的视频里面呢 也有提到过 我的蝴蝦蝦蓝呢 在开发的时候呢 是不会不给肥的 我拥有的蝴蝦蓝呢 也不是1多20盆 我拥有的蝴蝶腩也超过150多瓶 从来都没有它在开发的时候是不给肥的 所以这一个说法 我不是拿一两瓶蝴蝶腩来跟你们说 我是150多瓶蝴蝶腩 我都是这样做的 那蝴蝶腩抽不出发芽来 第一个原因就是 如果你在开发的时候 然后你没有下肥料 它发开了有三四个月 它下了了 发掉下了 你才把发芽剪掉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等三到四个月 它才能再长出发芽来 因为蝴蝶腩在开发的时候 它的发芽很长 一般三到五个月也不定 有一些还要长 如果你在开发的时候你不给养分补充 时间怎么长 它没可能有生的叶片长出来 蝴蝶腩要抽发芽了 你一定要看它有没有生的叶片长出来 它一定是在抽发芽的时候开发的时候 如果它能有生的叶片 这一些就是它在开发的时候长出来的 这一些也是 它能在开发的时候长叶片 它就很大的机会 就能在开发的时候 可以抽出发芽来 一般如果你开发的时候 一般如果你开发的时候 你不下肥料 你要它在开发开节目 只能长出两片叶片来 是很困难的 你们可以去研究一下 那现在它又长一个新的叶片出来 你看 解两片叶就是管解两个发芽的 刚出出来解两个发芽 那如果现在它在解个发芽开发的时候 它现在解两片叶 如果解一片叶长大以后 再长一片叶出来 它也有机会再开两个发芽 如果它只有解一片叶只长出来 它只可以开一个发芽 比如说我再拿多一株给你们研究 比如说好像解一株 解一株开发也有四个月 现在的花是在我家里里面抽出来的 也有做过好多关于解一盆兰花 解一盆兰花 我买它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发芽 它在开发的时候 就长了解两片叶片出来 在开发的时候长了 开发的时候长了 那所以呢 它现在就抽了两个发芽出来 那现在有两个发芽 那现在它在开发的时候呢 它又长一个新的叶片出来 如果这个叶片长大以后呢 它有机会再抽一个发芽 那如果它现在开发的时候 那时候不能有叶片长出来呢 你肯定要等 发芽掉下了 你把发剪掉了 它才可以有叶片长出来 叶片长出来以后呢 要长到 好像解析这么大嘛 它才可以有机会长发芽出来 所以为什么 蝴蝶兰如果你在开发的时候 你不下肥料 你要它好像解析开了四个月 它消耗解析多的能量 它怎么可以在开发的时候 能长一叶片出来呢 是有例外的 也有 如果你用的是雨水 你用的是雨水 你可以不给肥料 但是如果你不是用雨水的话 你不用肥料 你一般要发芽掉下以后呢 三到五个月才有机会长出发芽来 所以呢 我在过去的广东话的视频里面呢 也提到好多关于在开发的时候 要下肥料的原因 如果你不下肥料呢 你在开发的时候 长一叶片的机会率是比较低的 要好多时间要等到发芽了 你才可以把叶片长 才有叶片长出来 那当然有例外的我也说过 那为什么有人说 在开发的时候 下肥料 发芽掉下的很快呢 这一个我也有做过 为什么呢 就是 如果你的发刚刚打发包的时候 然后你就开启不给肥 等到三四个月以后呢 发差不多 好像现在哈 我一直都没有给肥 好了 现在已经四个月了 我现在就给肥 那你现在才给肥呢 他这些发 很有可能马上就掉下 所以为什么有人说 发下肥料 是会提早把发掉下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你一直没给肥 三四个月以后你才给肥 他好像马上不适应 他就马上到他的发 就马上就会掉下了 这一个就是 为什么一直以来都有人说 开发的时候你下肥料呢 他是会提早把发弄到早一点掉下 就是这个原因了 那还有一个原因 蝴蝶兰抽不出发芽来的 就是我面前 比如这一株 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开发 应该已开了一年多了 我也没有把它的发羹剪掉 好多时候呢 如果他开发开的很久很久 他也有新的一片长出来 为什么没有发芽抽出来呢 所以为什么我说也有例外 好像解一株 因为解一株 我就是很小给它肥料的 因为它是水培的 如果这样的情况呢 你可以考虑把它的发羹剪掉 如果这样的情况呢 你不好给它再开发了 你把它马上剪掉以后呢 你有温差光照足够的时候呢 它很快就可以长出发芽来了 所以你要观察 所以你要观察 这一株就是很小很小给肥料的 它的养分不充足的情况底下呢 在板在开发 它根本没有再有能量去再整一个发芽出来 所以现在呢 也可以再来看看这一株吧 你看 它解一个发芽 这一个花也开 一同开发的时间呢 很长 有四个月 它们是一同开发的 如果你在开发的时候 没有给它养分 还有水分不充足的情况底下呢 好多时候它这一株会掉下 然后最后的花才可以打开 还有一个 我也可以跟你们谈谈的一个 我的Gardener Gardener就是 发王吧 园丁 发王 因为在英国呢 一般我们有发芽呢 好多时候呢 我们也会雇一些Gardener 就是发王来帮我 尝尝炒啊 弄弄我的发芽的 我在四五年前呢 我的Gardener跟我讲 我说蝴蝶蝶蝶在开发的时候 是不是不要下肥的 他给我一个很好笑的答案 我今天也可以拿出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他说啊 为什么开发你不给肥 我说好多人说也开发的时候 是不是要给肥的 他跟我讲你不要再在傻了 你想一下这些花 如果他在大际园里面呢 就是在野外 他开发的时候 他的泥土跟他的雨水 会不会跟他讲 他开发了 大际园就不给他肥了 他不会的 他开发的时候 大际园里面呢 也有肥料 有养分给他的 你不要再傻了 那从四五年前开启了 我的蝴蝶蓝 开发我也不会停止给肥 那给肥料要种 在开发的时候 要种还是要当啊 那你要看他的脊柱 跟他的根 如果他的根啊 好像我剪一盆啊 我一般都是给 你看他的根 他的根长得怎么好 我一般呢 都是给煎一 浓度 大概六分之一吧 我在之前的广东话里面呢 提到过 开发的时候 下肥料的好处 那当时呢 有一位男友呢 也给我留言 他说他从来没有下过肥料的 在栏花开发的时候 他后来大概有三个多月吧 他在同一个 影片里面呢 再留言给我 他跟我讲 原来在开发的时候 下肥料呢 真的是有帮助的 这个也是 一些男友留言给我 他说下了肥料以后呢 他的话呢 给之前长得还要好 所以呢 如果你们啊 一直在考虑 要不要下肥料的话 我希望我今天的视频 对你们有帮助吧 那好 今天就跟你们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们的蓝花 抽花也有帮助 谢谢你们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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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